女人40岁以后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 你觉得是什么呢 很多人会认同赚钱或者是保养的好的吧 对 你说的这些也很重要 但不是最重要的 我快50了 我自己的体验是 女人尤其是过了40岁以后 无论遇到多大的坎儿 多大的风浪 都能让自己快乐起来 这个能力真的是很重要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人到了中年 那个快乐好像越来越少了 上有老 下有小 伴侣有些时候还不给力 你会感觉像拽了一个大铁坨 拽不动 累得很 最关键的是 你的身体还有一点不行了 体力没有那么好了 我身边有一群中年女性 不敢去体检 就怕哪个零部件出了问题 或者指标上升 怕自己倒了 身后无人 真的是活不起也死不起 但是这种中年焦虑 反而会让你的身体啊 精神状态啊 越来越差 所以这个时候 你有平和快乐的心情 你有能把很多事情 都看淡了能力 那个真的是太重要了 人生到了这个岁数 没什么是你能控制的 孩子的成绩 你控制不了 老公开不开小差 你也控制不了 父母的健康 你也控制不了 所以控制不了的 就不控制 放心大胆地往前走 脚踩西瓜皮 滑到了也算啥 当你有了爱咋咋地 我就要快乐的勇气 我就要吃我喜欢吃的 做我喜欢做的 爱我想要爱的 谁惹了我 我就赶在那掀桌子 看到好玩的 看到好看的 我就是要分享 他不回应 是他的损失 他没有发现 没了能力 但我有 我就是开心 我就是快乐 我就是幸福的 谁也影响不了我 然后你就会允许 一切的发生 允许自己失败 允许自己出错 错了没关系 输了也没所谓 只要是人 只要活着 就会做错选择 但这也无妨啊 不妨碍你和世界交手之后 再去看晚霞 吹吹风 然后继续尽兴地 为自己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